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成功是一个浪漫主义或者是理想主义者 我觉得他是一个小人物 他有狭义的精神 同时他有理念 想为国家 为国人 还有为这个国家未来会变得更好 想付出自己的这样一个浪漫的情况 这个是很吸引的 我认为有些时候脑子想得太多逻辑的东西 你缺乏了用心去感受 虽然我当时我并不完全知道我怎么去饰演成功这个角色 但当我走进了现场 看到整个布景 他所呈现出来的 那个世界是那么活生生的时候 我心里好像感觉到了什么 你的身体语言就开始慢慢的像 成功那个时代的身体语言 包括你看人的方式也自然的开始改变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当你自己开始全心相信你是那个角色的时候 你实际上会流淌出一种 属于那个角色 成功的东西 敢跟我 回天水面见郭军生 要面对期望 敢吗 你敢吗 敢不敢 我以前我老认为少年时候不是特别好 我可能未来会更好 我以为都是一味地否定我们少年时代的 我觉得我当时还不够成熟 不够感性 我们怎么 其实当我开始现在成熟回过去看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那个时候的优点 也有那个时候的缺点 对早期的一种 我看到的时候 这是我吗 那个时候有一种很质朴的投入感 也没什么表演能力 就好像你觉得他就是那个人物 小时候就觉得我应该要的技巧 而到现在 我更羡慕小时候 没有技巧的时候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第一次 这是你的初吻哪 初吻 你来点天做怎么样 从16岁到现在 我做了十几种工作 从卑微的小厕所的小题到建筑工 还有厨师的住所我都做过 其中的滋味 只有我自己才能 我渴望像其他人一样自视其他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你 结果就是 我不能的 观众是非常丰富的角度的 每个个体都很不一样 很难去真正理解到观众 他们多元化的审美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共性的东西就是 只要是诚恳的表演 你认真的投入的 他总是会有他应该共鸣的观众朋友们 所以至于我来讲 不管挑选曲目 还是我从事演一个角色 首先应该是我要自己有感而发 我喜欢这个角色 我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剧本 我相信这个角色 我想要去表达他的欲望 那这个过程里面你要真诚的投入 那这个过程 就会是美好的 当你真诚的去表演他 并享受到角色的时候 角色教会我 我也赋予角色 到最后 当这个戏呈现在观众朋友面前的时候 其实他就会想 我认真做的一道菜 放在您的面前 有可能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这个诚意是在那里的 它一定不是一个 我们不够真诚 教出来的作品 那就好了 为了光复汉事 何为光复汉事 为了 不再有战争